在成功可以复制之金刚王 功夫电影一直是电影市场的宠儿 无论是从夜问到一代宗师 还是从金武英雄到金武风云 他们都无不受到功夫影迷们的青睐 今年十一电影市场 自然也是少不了功夫题材的影片 那就是由话题二的原班人马 亲力打造的抗战传奇金刚王 影片讲述了像设计四十年代初 日本侵略集团妄图从精神和武力上 完全征服中国 从小生成在日本的中国人金刚 因不忍同门被迫害 依然进入日本侵略集团内部复仇的故事 习一看电影金刚王 和金武英雄无论从影片线索 还是从主人公的经历来看 都颇有几分相似 而片中的场景 铁龙 擂台 监狱 瞭望台 桥梁等等细节的设计 以及电影中的每一拳 每一脚 每个动作 都让人有四层相识的感觉呀 而对于功夫迷来说 金刚王一定是不错的选择了 他难过了中国功夫 跆拳道三大 空手道 跆拳和跑步等世界